啊 冬冬 跟我们去大理的组长夫人吧 我夏冬冬可不是金丝雀 我今天就要入职工作 实现自己人生价值 哎 这段风公司名字已经改成你的了 你还要我怎么做 不这不是我想要的 哈哈哈哈 咋对人都卡住了给他面子 冬冬 不行我开会要迟到了 流氓 今晚的商务谈判谁去啊 我去 畅哥 我去 夏氏集团 我吓死 夏氏集团 哪个夏氏啊 没听过 前身是传媒龙头 慕容集团 近期刚改的名字 这些公司改名字真是随心所欲 夏冬冬 什么一听说是行业龙头 你就把手放下 我去 畅哥 你算了吧 你又喝不了酒 你去干嘛 你可以的 你能喝一度丢 那我和董哥一起去 你要面对 可是他们公司的四大元老哦 哎 我说怎么回事 这公司名字都变了 哎 还不是牧总为了哄老婆开心 听说牧总老婆赌气 跑到MY公司上班去了 MY公司那个王大川 不知道跑哪去了 去年这个时候被我们教育怕了 今年就派两小菜 我哼哼 走 MY提到那小朋友 让他们知道 西洋还是老了 没事了东东 商务局你要是没经验你就少说话 等会让我来应付 朵朵啊 你能行吗 我肯定行啊 走 这王大川就派你们两个新挂蛋子来啊 他不会觉得派两个小美女来 我们几个就能给他开绿灯把合同签了吧 哎呀 看你俩这样吧 还没开始呢就这么紧张 那这业务怎么谈呢 哎 别把这小姑娘吓着了 说说吧 你们俩叫什么名了 哦 各位前辈好 我 我叫朵朵 对 他叫朵朵 哦 那这位肯定叫花花咯 花朵花朵 你叫什么花花 我叫夏冬冬 你说什么 夏冬冬 您是夏氏集团的夏冬冬吗 我可不是夏氏集团的夏冬冬 我是my集团的夏冬冬 听说木总老婆主气跑my公司上班去了 my公司 哎呀 我还不然接受到夏小姐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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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杨总监您这是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朵朵小姐 这位呢 是夏冬冬 尊敬的夏女士 谁呀 我不知道 夏女士是谁呀 我再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夏 你好你好你好 木容夏氏 哦哦哦 董哥小姐你好 哎呃呃 董哥小姐你好 啊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的 我们是来学习的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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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来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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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哥你这次为什么安排两个小白 去跟这么难的业务啊 对啊 你懂什么 只有让他们经历了职场的残酷 他们才知道成长 去年这个业务 我都喝出了未出血都没拿下来 我去 我知道慕容集团为什么改成夏氏集团了 仅仅因为他们总裁老婆将 川哥 川哥 你们回来了 别气馁 年轻人呢遇到的错的很正常 俗话说的 梅花香自 川哥你先看看这个 夏东东慕容集团总裁夫人夏东东 我操 嗯 结束真的跳跃 音乐最光飘 嗯 嗯 嗯